好 觀眾 繼續帶您關心柯文哲的最新境況 就是他昨天遭到羈押禁見之後 是一路被送往到了海北看守所 和其他四名被告一樣 都得在看守所裡頭過夜 不過現在外界很好奇 柯文哲接下來這一步該怎麼走 那他現在的唯一解方 就是透過他的辯護人來提出抗告 只要抗告成功的話 整齊案件就有可能再度來翻盤 讓阿伯來走出看守所 不過就是因為要提出抗告 所以說今天早上八點十分的時候 他的委任律師鄭聲援 也是提早來抵達看守所來進行濾見 而且一濾見就是兩個小時 那另外他的兩名委任律師 也在下午兩點左右 也抵達了看守所來進行濾見 一共三名律師都選在了今天來進行濾見 因為今天這可以說是非常的關鍵 就是因為明天就是週休假日了 那週休假日根據規定 是沒有辦法進行濾見的 而且這個濾見之後 他們可能才有辦法來撰寫抗告書 那至於說今天有辦法準時將抗告書給送出去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代表說阿伯可能要在這個看守所裡頭 再睡兩天了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要等他們抗告書何時能夠來發起 那流程的話是他們先送往北院 北院再將抗告書呢上乘到高院 那最後再由高院來進行裁定 不過接下來呢我們要來提到的是另外幾名被告的部分 也就是包含 彭震生和這個吳順明等人 一共三名被告呢 其實都在這個柯文哲之前就已經提出了抗告 不過就在剛剛呢高院也做出了裁定 他們三人呢抗告通通駁回 而且不得再抗告 那也就是說呢 他們現在呢不得抗告之後 他們也就注定要在台北看守所再睡兩個月了 那麼包含另外一名被告映小微呢 現在其實也是已經提出了抗告 那高院表示已經收到相關的卷狀 不過呢目前的才是還沒有出爐喔 不過除了我們非常關心他們的這些 目前的這個案件進度之外 還有一個人也非常關心 那就是頭號大顆黑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呢 他也預告他也一開始預告呢 在今天下午的五點半 將會來到台北看守所來替阿伯送慧客菜 那其中呢就包含的是 積壓便當以及起酥蛋糕 那諧音也就是起酥的意思 不過呢根據了解呢 北鎖最後的一個送慧客菜的規定時間呢 將會是在下午的四點 那究竟這個王世堅來不來得及 我們都會在現場 徐徐為你做守候 我先上次鏡頭 交換給棚內